诶 先生 怎么了 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啥日子 今天是老师给学生考试的日子 你都准备好了 嗯 嗯 好 你把这些收拾好 我去准备 嗯 嗯 余浩铭 到 考试马上开始 请做好准备 学生准备好了 嗯 两寸香的时间 把女骨摆正 摆好 全部摆正摆好了 五分 剩五块骨头 四分 剩十块骨头 三分 剩十块骨头 各种 有 纸 超十块骨头 尤其是 半分 同様 十块骨 stor 一辈尤其是 小园 这个 笑啥呀 云和明啊云和明 你真是太聪明了 刚才我说 全部摆正摆好了是五分 现在我宣布 你得了六分 为啥 为啥 你想知道 你为啥得六分吗 早年 在野考咱爹的时候 在里头 放进了两块瘦骨 咱爹就奇怪了 这人身上 一共二百零六块骨头 咋就多出了两块呢 到了咱爹考我的时候啊 也放进去了两块瘦骨 我呢 就把瘦骨 当成人骨摆进去了 现在到了你这时候 你看 一块都不错 这多出来的一块骨头 硬是让你给剃出来了 这两块骨头 有啥区别呀 当然不一样了 这瘦骨跟人骨好区别 人骨跟人骨就难分了 可是你把它区别得清清楚楚 所以啊 六分 我刚才还想呢 人体一共二百零六块骨头 为啥就多出来一块呢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错了呢 是那个箱子里头的呀 该打该打 何明啊 我跟你说啊 这社会上的聂谷先生 有的会用药 但不懂手法 有的呢 懂手法 但不会用药 咱郭家的独到之处 就是药物跟手法并重 相辅相成 这药呢 咱家是祖传秘方 可以一劳永逸 这手法呢 可是代代都要过硬的 这就是咱国家 为啥祖祖辈辈 都要摸骨头 靠手法的原因呢 哦 那我明白了 先生 以后 咱的子子孙孙 都要摸骨头 靠手法 对 我有弟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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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了 困了 睡觉了 真想看弟儿 亲妈 我也要看 看看弟弟 看看 好玩吗 花江 您看给这孩子 取个啥名字好玩 我哪会起来 你是当爹的又识字 你给起 我看 就叫他郭继远吧 继远 是啊 怎么讲 继呢 是继世救人的意思 咱是医生 这是咱的本分 远呢 就是范围广大 继远两个字合起来 就是希望这孩子 将来的医道医术 能够超越祖先 有更大更远的影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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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明呢 小明 您给起吧 我起啊 要让我给起呢 我就给起个宝 你想啊 咱们郭家的长孙 能不是宝贝吗 是是是 宝 你看他 愿意听这个宝 宝 爹 我叫啥名啊 你叫乔乔啊 那大明呢 大明叫郭乔乔啊 那为啥弟弟有两个名 我只有一个名啊 你孩子叫不叫大明 你啊 你是大明连着小明 你爹要是活着 看见这么大的大胖孙子 该有多高兴啊 是啊 花娘 今年是爹的三周年纪 郭家又添了一倍新人 我看 咱把白鱼药王赎回来 再把爹的忌日好好操办一下 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您看咋样 好 再唱上一场大戏 还有呢 还有一件大事呢 咱们家乔乔今年七岁了 该送他上学堂了 你孩子家上啥学堂啊 改名跟奶奶学绣花 不 不 我要学认字 我要上学堂认字 我要当先生 开药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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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一善不孝 叫您牵挂 三年了 孩儿一刻不敢释怀 今天 白玉药王 白玉药王 终于又遗亡了 爹 您请上座吧 儿请您看戏了 好 媳妇儿 我听说郭一山把药王爷给赎回来了 别人家的事咱不管 咱过咱自己的日子 没错 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可是他郭一山也得让我好顾喽 这怎么躺个人呢 这 这不是石老 石老头吗 这腿上还有伤呢 是不是摔着了 石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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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堂 啊 仙堂 仙堂 是我 你咋的了 仙堂 救我 啊 石老头 你咋的了 这是 女家待人大姐 快快 快走 你 仙堂啊 他爹 你怎么不救他呀 快走 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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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慢着 慢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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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这边 这边 满热了 快转啊 快走 温馨衣 戴官帽 骑着大马 放鞭炮 放鞭炮 戴红花 抬花轿 背着媳妇看大戏 喽 我结婚啦 遗川结婚啦 我有媳妇啦 我请大家 吃花生 我有媳妇啦 干死 他爹啊 你咋不救他呀 救啥救 我又没带药箱 你刚才没听他说有人打劫吗 走走走走 这石老头也真是的 你说他叫闺女嫁给有饭吃着人家不就得了 非得打官司打官司 打得六亲不认得这下好受了 真是可怜 要不给他送回郭家吧 你说啥 我没说啥呀 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说 把他送到郭家不就行了 没错 把石老头送回郭家 按辈分郭一山还应该叫石老头一声老爷呢 石老头现在这样 他郭家郭一山能不管吗 这石老头闹着跟人家打官司 就是送回郭家人家也不会管他呀 管 一定会管 哎 兄弟 这 这 郭先生 马力奇来了 马先生 对 哎呀真是稀客呀 来 马先生 里面请 郭先生 这位是我的朋友 白马寺的宏愿法师 哦 久仰久仰 阿弥陀佛 好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郭先生 今天我来是向你喝喜的 祝贺你西德贵子 谢谢谢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今年郭先生就是三十四岁 哦 郭先生 马先生好机性啊 不是我的机性好 因为咱们是铜碎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对对对对 咱们都是属秧的 是是是 乌马未央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快请进 好 大师请 郭先生 我问了阴将师傅 他说把这个锁带在孩子的脖子上 就会把它锁住了 哈哈哈哈 而这两个 银手镯 也是拴的意思 哈哈 哈哈 其实我认为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 让孩子披甲带锁 搬成罪犯的模样 就是为了孩子能长大成人 昌命百岁 我把这些送给你的儿子 祝愿他的身体健康 昌命富贵 哎呀 谢谢谢谢 来来来来 快屋里坐吧 好 大师 好 请 哟 真乖哟 这是坑 这是井 蛤蟆肚王一拱 拱拱拱拱拱拱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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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喊郭先生啊 请问郭先生在家吗 这是郭先生家的亲戚摔伤了 我们把他给送来了 爷 他病得很重还发着烧呢 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是郭家的亲戚 是你们镇上的刘先生告诉我们的 你们在这儿等着啊 我去找人去 快点 哎呦 这不是石老先生吧 肯定 又是去县里告国家了 看 又爱县他也打了吧 当然 这是 啊 砸得不轻啊 骨头都碎了 郭先生 你怎么知道是砸的 而不是压的 啊 压的皮不会破 骨头一劈 砸得就像这样 皮会破 骨头一碎 哦 不过不要紧的 我跟你天赋膏药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啊 我买了一个顶 法师说是周天子 祭司用的礼器 上面有字 我想让法师认认是什么字 不小心就被砸了 哎 肯定是压的 顶并不重啊 法师不但研修佛理 还研修甲骨学 哪里啊 甲骨 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 阴上文字 而朱顶上的文字 又晚了一代 学界称之为金文 贫僧谈不上研究 只是喜欢而已 哦 先生 先生 哦 对不起 稍等一下 什么事啊 我爷又来了 快去叫何明来 快 嫂子 哎 先生叫您呢 有事啊 有事 好 皇娘我去就来啊 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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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妈 我也去 我也去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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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来了 啥事 他咋又来了 何明啊 前年 虽说他官司打输了 可咱不是拐弯抹角的 周记他了吗 咋着他又想闹啊 不是 他病了 他那样好像还摔着了 人家以为他是国家亲戚的 就送到门口来了 现在还在那儿躺着呢 得了 我先去看看 你们先待着 伤得不轻啊 伤得不轻啊 是 是 伤得不轻啊 是 是 您先生来了 你发烧了 你赶紧进去把仙人叫来 给他治病 只兴他不仁 不兴咱不义 你去 拿个担架出来 等会儿 不许告诉你姑啊 二位啊 辛苦你们了 一会儿 中午就在家吃饭 不了不了 家里忙着呢 还要赶紧回去 我们一听这国家的金钱 就是 就赶快送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复杂 你看这是啥事嘛 真是真是 没事的 没事的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还发伤呢 伤单价 快点快点 来 慢点啊 把手 慢点慢点慢点 哎 疼死我了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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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好 慢点 慢点 好 好 走吧 慢一点 哎呀 你们要是不愿意进去吃饭 哎呀 来 这个拿着 这不能用不能用 来来来 哎呀 你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好人啊 好人啊 咕咕咕咕咕咕 小肤底儿 盖的啥 小盖底儿 灯的啥 花奶奶 花奶奶 小鼓掠啊 谁来了呀 那个老头 什么老头啊 就是跟你吵架的那个老头 好 瞧瞧啊 陪弟弟玩 嗯 嗯 弟弟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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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明啊 嗯 他还有些发烧 拿柴虎退烧汤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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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明啊 是不是那死老头子又来了 我得让他走 哎 哎 哎 花娘 嗯 他腿摔断了 还发着烧呢 我这就给他熬药去 不行你不能管他 烧死他才好的 死都不能让他死到咱们这儿 让他死到外面才 哎 花娘啊 他是病人 咱是先生 有一分希望 就得给他治疗啊 和明啊 他闹哄咱们郭家一辈子了 告了咱们父子两代人哪 咱郭家对他咋样啊 救了他的闺女 让他的儿子娶上媳妇 现在还管着他的孙子呢 咱们郭家对他一百层 他对郭家丧良心哪 这都是报应你知道吗 不能管他 哎 花娘 他今天不是来闹事的 啊 治病救人是咱做先生的本分 行了 我不管他不行 哎呀 哎呀行了 你别闹了 来来来来 对不住对不住 二位久等了 我先生 来坐坐坐坐坐 坐 好 今天啊 是家父的三周年忌日 又恰逢全子百日 所以请了一台戏班子 热闹热闹 是谁朱衍 是当红名诞陈若玉 那肯定是烤红了 哎 正是啊 嘿嘿嘿 法师 您今天就破一回戒吧 欣赏一回趁裸玉 我可告诉你 中国的西局 那真是浇化的利器 说句不好听的话 比你的阿弥陀佛作用大多了 阿弥陀佛 啊 谢谢郭先生 拼三告辞了 哎呀 法师走了 我还能在这儿听戏吗 郭先生 法师走了 我也只好告辞了 哎 马先生 您就留下来看看吧 难道马力奇先生 也害怕我们河南的 当红名诞陈若玉啊 我可不这么认为 事实将证明 马力奇的顺景 要比宏远法师结实得多 乌弥陀佛啊 哎 哎 哎呀 乡亲们乡亲们 啊 今天呢 大家都是为老国家高兴 是吧 是 这老国家今天所经历的事 这些事咱就不提了 啊 我不说呢 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老国家对乡亲们的好处 我不说 但在心里都比我清楚是吧 是 是 是 现在呢 是 老国家呀 时运好转了 啊 喜天贵子 好 要我爷爷请回来了 我们大家都高兴吧 是 是 我想呢 请大家都站起来 啊 好吧 啊 站起来 站起来 快起来 这个 给已经驾鹤西去的郭老太爷 道喜 啊 来 好 给郭老太爷道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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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郭一山先生的 哎 家庭兴旺 一道通天 及全家 道个喜 好吧 来 恭喜恭喜 恭喜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哎 好了 都坐下坐下坐下啊 都坐下 哎 今天老国家呢 哎 从城里请了些名角来给大家唱戏 我呢 也想露两手 给大家编个戏法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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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头出来 一盆花 照到平乐 老郭家 云中嫦娥 生贵子 啊 哎 乐得要王爷 喜巴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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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跳家关 好 在正系没看眼前 先跳上一阵 也算是戏貌 取吉利的意思 好 好 这个日头出来两盆花 东照西照到郭家 郭老太爷生先走 命我造王去得马 哈哈 哈哈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哎 别看我一个人耍了 还是看名角给大家唱戏了吧 大家欢迎欢迎 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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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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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 媳婳 这 媳 媳妇 肯定是看气去了 你说是九串哪 上九路 我要把九串 一川 给 一川 吃花生 一川 大嫂 花娘 这是我媳妇 川 川 快回去回去 回去 一川 一川 我媳妇 坐下好好看戏 我媳妇 坐下 我媳妇 哈哈 这是我堂弟 跟孩子似的 好 二十九 什么呢 媳妇 快 跟我回家 大爹 快坐这儿看戏吧 人家请咱看戏呢 请咱看戏 就要安排咱们坐在台阶上呀 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 走 走 朕 快 他爹 人家郭家添喜事了 搭戏台啊 请戏班子让乡亲们看戏 乡里乡亲都不去了 就咱家不去 多不好啊 我还想看戏呢 画儿 真想看戏呀 嗯 好 等爹跟你爷爷报了仇 爹花钱请戏班子 让他们连唱三天 让你们看个够 报仇报仇 一天到晚就想着报仇 谢了 走 刘先生 没去看戏 看 看什么戏啊 郭家请看戏还自带办这儿 真不是东西 先生 先生 这郭家怎么走啊 郭家 对 就是那个郭医生啊 那边 那边 那边啊 不对不对 郭家在这边呢 还行 这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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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爹 郭家在这边 你怎么瞎指 这边 快 快快 快走 快快 来来来 前奏的啊 这边 来来来来 谢谢大嫂 过来 让让让让让 快快快 忍着点啊 快点快点 快点 好 到了到了到了 大爷 郭先生在吗 不在 往西走 在西场啊 先抬进去 先抬进去 走走走 来来来 来来来 快快 好好 忍着点啊 大爷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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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生 你看过这邦子戏没有 同一次 但是我在北京 非常喜欢京剧 哦 呃 这个 叫什么 啊 这叫邦子戏 对 邦子戏 也是非常优秀的剧者 嗯 嗯 长强优美 表现力非常强 是啊 是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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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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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郭先生 谁是郭先生啊 郭先生 我就是啊 啊 郭先生 郭先生 哎 哎 我爷带着我爹我叔 去挖摇洞 没想到 摇顶他了 郭先生 郭先生 求求你救救他们啊 快起来 快起来 在哪儿啊 现在在您家里啊 好 快去吧 哎 哎 对不起 马先生 您先看戏啊 华娘 快走 我去一下啊 哎 哎 别停啊 别停啊 哎 郭先生 瞧病人去了 老少爷们都在这儿 接着演 接着看 唱吧 哎 大家坐下坐下坐下啊 接着唱接着唱啊 哎 哎 哎 好好好 忍忍一下 忍一下忍一下啊 忍一下啊 忍一下 就快好了 忍着点忍着点 说忍着点 爹 忍着点啊 爷爷 忍着点 不动不动 放上就好了 我来 哎 哎 没事没事 忍着点 哎 哎 来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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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求求求求求我 我快快不行了 求求你 我知道我知道 再忍一下啊 我马上给你震 马上给你震 快 哎 你笑笑 你别走 哎呀 哈哈 好 疼啊 哎呀 受不了了 哎呀 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 何明 把绷帘拿来 嗯 好 忍着点啊 哎 将快好了 好 忍一下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啊 来 啊 不着急不着急 马上就好 我觉得 我哟 来 来 哎呀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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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 老乡 国家医院怎么走啊 医 医院 没有 没有 没有医院的 郭一山的医院 正古的 郭一山的 有有有有 这古的 在哪儿啊 就在前面那个大门楼 那边大门楼 好的好 谢谢啊 好好 开车开车 他刚才啊 他他他问我 说医院 还真怕我给问条啊 是啊 你先照顾他一下 我去看一下那些病人 好 叔 忍着点啊 很快就好了 没事啊 哎 何明快拿毛巾来 哎 郭先生 马先生 你咋不看戏了 不看戏了 我来看郭先生妙手回春 你瞅 我给你带来一个小病号 哎 今天是我爹三中年的忌日 你看我忙的 连客人都顾不上了 哎呀 哎呀 我都遇到过好几回了 哎呀 我家啥时候有事啊 啥时候病人准多 哎 哎 哎 和明快照顾一下孩子 哎 好 哎 我来我来 这儿还疼吗 疼 我马上处命一下 走 这就是对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嘛 哎 这是永畅 哎 你先进屋喝茶 待一会儿我就过去 好 哎 好好好 忍着点忍着点 啊 哎 哎 走走走 走开走开 我让你 郭一山先生在吧 哎 郭一山先生在吗 你有事儿吗 哎 哎 洛阳城防司令的女儿 被马车撞了 腿断了 我跟你说啊 郭先生必须立即跟我进城 你现在让他收拾收拾 马上跟我走 那恐怕不行啊 您看 这儿有这么多重伤呢 摇塌了 那可是城司令的千金 宝贝担子 我跟你说啊 出了事儿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啊 知道吗 快快快让他收拾东西赶紧走啊 哎 哎呦 不行 老总老总 这一个一个还流着血呢 你看 求求您了 是啊 求求您了 你看老总 肋骨都断了 很危险的 我把它们治好 再给你过去行吗 我告诉你啊 不行 我跟你说啊 我是城司令的参谋 我知道事情有多急 我告诉你啊 司令姓如烈火 要真出了事儿啊 咱俩可都担待不起啊 你快点走吧你 那这些人呢 郭先生 我劝你 还是进程给司令的千金治了 嗯 对对对 你说的事儿要看一下 来 躺下 老百姓人多的是 慢点慢 死了几个也没关系 但是司令只有一个 你可惹不起 我听说司令的脾气很大 万一他找你的麻烦呢 哎 你你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要不这样吧 老总 先生就是去了 也不知道该带啥药啊 是啊 你不是开着车来的吗 那个 洛阳离平勒 也不算太远 才十几里路 你把孩子带来 这样不耽误事儿 行不行啊 啊 就是司令也会同意的 老总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快去吧 老总 这也是个办法啊 大爷好吧好吧好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 快去啊 老总 快把孩子带过来 先生 你看那个病人咋办 好好 云先生 既旨善变 哎呀 我说的是实话 闪开闪开闪开 拿一下 快快走 来闪开闪快闪开 快闪开 快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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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坚持一下啊 快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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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知道你疼了 好了好了 快 快 司令 过来人 是 快快快 快 这边 快点 妈 小心 来 这边 这边 快快快 快 来来来 不哭不哭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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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来 这儿 这儿这儿这儿 快点快点 往这边这边 跟我来 来来来来 这边 好 慢点慢点 来 不哭啊 乖 乖 别哭别哭啊 来 把孩子放到炕上 来 我来 孩子是怎么伤的人 不犯以后 再借骑自行车去学院上学 路上一匹辣布匹的马精了 一下把孩子撞倒 马车正好从海洞的腿上压过去 哎呦 天哪 没事 这个混蛋 我现在已经把它关起来了 放心吧 关起来哦 关起来有什么用啊 好了好了 先看病 郭先生您看看吧 到家了 就请司令太太放心 孩子伤了 是要受点罪 不过我保证 一定尽心尽力 不会让孩子 捞些啥不好的 那就先谢谢先生了 好啊 好啊 好 孩子 不哭不哭啊 乖 妈在这儿 马上就好了啊 和鸣 你去拿假扮 带着穿带子啊 乖 马上就好了 司令 我在外面等着啊 去吧 好 一会儿就好了啊 不哭 我马上给你治 不哭不哭 听话啊 这谁给你看见 来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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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是先到车里歇会儿吧 这里我来盯着 车里休息休息 去去去 听话啊 不哭啊 不哭 坚强啊 老程 快快快 别急 别急 程太太不要紧的 已经好了 你们送来得很及时 骨头接上了 伤口也处理好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我再去给她 熬些止疼的药 喝下去就没事了 好 快去 谢谢啊 没事了 鬼 孩子 孩子 程司令 请 请 程司令 程太太 我的意思呢 孩子要在这儿住上几天 雅倩是小腿骨骨折 需要静卧休息 最好不要动 再说还要服药 俗话说 十伤九病 这么重的伤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中药调养 只是寒舍的条件不好 让您的千金受委屈了 哪里啊 郭先生 我们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这是我们该做的 郭先生 来 郭先生 孩子 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 为什么要孩子住下来呢 就是怕这个 你是说 只要住下来 就不会落下残疾 根据现在的治疗情况 我保证 孩子不会落下啥残疾 好 郭先生 病人来洛阳三年 对郭氏正骨早有耳闻 是不幸 小女受伤 是有幸 今日相逢 今天 我就把孩子 交给先生您了 您太客气了 郭先生 您看 要多少钱 程司令 您可能只听说过 平乐郭氏正骨 可没听说过 郭氏正骨收钱吧 从祖上传到今天 二百多年了 郭家从未向病人 收过一两银子 这是祖传的规矩 一山不敢破 谢谢您了 郭先生 这看病收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您怎么能不收钱呢 郭先生 既然是祖上的规矩 那就谨遵为上 传我的命令 警卫班驻守平乐阵 保护郭宅 是 官兵令起炉灶 不准扰民 是 老程啊 嗯 你最近挺忙的 我陪孩子住这儿吧 批准了 另外 安部电话 有什么情况 我好向你汇报啊 好的 批准 太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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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